我會再次呼籲大家 支持 新當選 市長的 盧秀燕委員 今晚的結果 是 在我們 長年追求的 台灣 民主的 價值 的制度上 台灣人民所做的 選擇 我們 無論 有任何的難過 或感到 遺憾 一定要 接受 這個結果 我也再次 呼籲大家 支持 新當選 市長的 盧秀燕委員 尤其這四年來 我們 認真努力 已經為這個城市 奠定了 很好的發展的基礎 這個是 這個是 不會改變的事實 這也是大家 一起 同心 協力 跟臺中 跟臺中的人民 一起走過的 一段刻骨鳴心 的旅程 我是 我是 台中人 台中是我的家 我衷心的感謝 這兩百八十萬的 家人 給過我 機會 讓我 可以 把我自己 一生的 所累積的 知識 跟 所有的經驗 能夠貢獻給 台中 今天的 結果 不管你 投票 選擇了誰 我們永遠 都是一家人 最後祝福大家 謝謝 他也祝福了 這個 盧秀岳市長 所以 待會 盧市長 就會來到現場 我們待會呢 就以 最熱 的 好